就是说说内房股 因为其实消息都多 第一方面我们先说一些负面因素 华智的高层 就是甘比亚、陈海运小姐 以及刘联雄先生 再减持恒大 现在的持仓就去到5%以下 他们再减持也不需要出SDI 这方面他们也可能是止舌 可能一定是止舌 不要再抱有希望 但是另一方面就有两个比较利好的情况 就是恒地的李家杰先生 他就私人用一亿就买入了奥元的股份 第二就是昨天有其他财经报章 都访问了两个基金经理 都是比较 大家都觉得他们是明星级的基金经理 说都可以入市看内房股 上两个礼拜我记得你都说 摆过内房股是watch list 他们跟你 去到现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恒大其实就不是好消息的 我觉得绝对是 因为他接下来星期三 会再有四千几万美元的债息要还 不是还本金 上个礼拜也都说 场外协商 但是有些外币债 其实那些债权人连息都收不到 但是看到恒大连续两天 一天就升8% 现在开了时升7% 昨天急跌的融创 刚刚刚看到 都升1成1的 你觉得内房板块是危险还是危险呢 高风险高回报 正常说 你可以去博的 但是你要留意就是 选择什么股份去博 是 我们觉得选择起码不是踩三条空线的 那些股份先 你融创也好 富力地产也好 你见到急跌了这么多 总会有机会反弹 譬如融创这些 今天澄清 没有跟政府帮忙的 有点理好 你可以夹高上去 是 这段市况上 因为现在市场在害怕一些 风险因素开始转移 是 他们现在的状况 就好像科技股急跌 然后腾讯420几元 是 弹上去那一周 是 那你说要重拾升浪 突然间内房股有个大升空间 我又觉得不多 是 但是所谓的大升空间就是说 他们跌了五十几个百分比 是 你说要重拾重拾 重拾转型 走个V字不行 是 但是短线的技术反弹一定会有 是 但问题是这些做短线部署的 如果你说短线部署的确说 这些内房股 近期来说是已经在行的 是 我们上次说 我们要留意内房股留意哪些 是 最好就是全绿灯 是 华人智地这些 是 近期来说 华人智地基本上都在跑赢了 你会发现论弹的幅度 华人智地就算由28-27元那些低位弹上来 是 幅度上你没有那么拼 但我们从来永远在想 就是想直拼率的东西 是 一个问题就是 你没有可能大大注地买融创中国 是 输的时候 你真是哭 哭都帮不了 是 完全帮不了 是 你只能从注码上控制风险 所以如果你说直拼率最高 一定是说健健康康 踩上三条 即是一条红线都没有踩到的 那些相关内房股 是 是 有些是 大只的 蓝筹的 688-109 你这一刻 如果你硬要了109 31个多 是 没有什么上网空间 是 你会选688的 是 你不要理那些什么 中美贸易战 是 那些制裁因素 你短线的 你博拼那只博拼 充到18-19元这些位置 是 那如果你是说要一些小只 比较进取的 嗯 又不涉及就是说 踩上三条红线有些什么 真的要找的 我找到 其实你说如果看新闻上面 因为其实很多三条红线 那些准则上面 就是靠他们业绩发布的时间 但是公布出力 说有些什么 比如说 月秀地产123 是 或者说 雅居乐3383 这些都是说 没有踩上内地的三条红线 那我觉得你如果比较看 可能是雅居乐 是 雅居乐始终说 一直以来的销售状况等等 都不算太差 如果短线你博拼是博拼你跌 但是你记住买内房股 始终都是现在封眼卫的股份 是 跟腾讯那样 你不可能不做封协管 你这样去博拼的 你如果短线博拼是博拼 雅居乐以房可能7元做止舍 博拼它上大约是8.5元 这些位置